*** 大家午安!大家好! 欢迎您教书在台湾民政务 這個大家庭 我剛才要說的題目 叫做創意的思考和第二樣的制度 開ethic thinking 大家都知道 這後面加這個ING的意思是說 一直在想對不對 進行嘛 現在大家什麼 也在思考也在想事情 這就是我還在想 我不斷在想 但是想之後呢 不是 好像放大海這樣 不想插衣 我還要把它收回來 收回來 要怎麼 建構一個制度出來 這也是project proposal和system 這也是我都會說的 那我要說的這個 有三個大的彈丸 我一個一個都會說 我希望我在說的時候 大家稍微想一下 再繼續想一下 我說的重點是什麼 你如果說 有特別的那個疑問 我們現在 私底下 下庫 我們才來討論 我現在主要的那個 三大核心 就是叫做 分辨是非善惡 和啟發無限的潛能 和行動管理解體 我們一項一項來講 為第一項分辨是非善惡 分辨是非善惡 我們還要疑惡兩項來的事 一個 你要是要怎麼了解中國人 你在這個中國的問題裡面 你變成你是什麼樣的疑惡的人 要怎麼揭穿 我們喔 他在跳破他的那個 小鈴鐺 當然 我們也是說 新的 我們本來就有思想 是我們思想 一個中國的這個 思想的 天下 變成我們好像沒有思想 我們好像 就是 水溝對不對 你不去把它清 這就變臭水溝啊 我們是要思想像大海一樣 對不對 對 你就要去思考 要有一個 給大家 了解一個這個心智圖 是要怎麼 什麼叫心智圖 要怎麼揭 還有一個題杜圖 要怎麼拿出來 要用簡單的圖 輕輕的讓大家了解 因為這個 很像啦 我也在合適 我不是專家喔 但是我 什麼叫專家你知道嗎 專家就是說 我讀他要你好好讀 我回去讀 也是說 同樣 心智圖 心智圖做 也是一樣 Ing 也要再進行當中 再來 台灣民進府 要接政權 我們要有一個 管理的方法 跟基卡 是不是 這也要說給大家聽 我們現在 為這個潘朵拉的盒子 什麼叫做潘朵拉 你 咒詩嘛 那個希臘的那個 人的神話裡面 有說潘朵拉 他叫他不要去 現這個盒子嘛 結果他去 現這個盒子 命名他的名字嘛 他那盒子裡面 有這麼 老的 壞的 知道的 齁 你哭哭的 有的沒有的 那種不好的東西 都蓋在裡面 人喔 都是這麼好奇的 你 如果叫他不要去開 他就 要去開 像上帝叫夏娃跟亞當說 你喔 吃像人的水果都可以吃 像我的水果都可以吃 你不能吃這個 是非之術嘛 你絕對不能吃這個 是非之術 裡面的那個 那個什麼 蘋果嘛 結果有那個 夏娃叫亞當 搬給他吃 搬之後就知道有 建設嘛 人的死灰 跟人的那個 有的沒有的 那個循環 都種出來 本來是沒有什麼 就是這麼自然的 這麼進行的 這種 不去外面 有一點的訴訟 結果你吃 是非之果 你就要判斷是非 你就知道要建設 跟這個 意思是一樣 你承起來 哇 結果有些在野 都由這個 這個 肉裡面都造出來 我們要來了解 這個 中國思想 裡面的體系 我們要打開 他這個 中國思想體系 你就知道裡面 又臭又硬 我們下課再來 我跟妳講齁 台灣齁 我跟妳講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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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不是國 所以 不要說國語 你應該說 我可以說 對 對 我知道 我跟妳講齁 我會參作 我沒有說改練 我也是在學習 但是我主要要 以台義為主 北京義為父 我現在要先講齁 在要講那個 中國的孫雄 體系 我要說 天皇的制度 跟這個 中國的統治 風範 什麼不同齁 來大家先輸口 這個就是 那個 日本的 那個 騙假名 我們來講 他這個叫做天造大神 天造大神就是 他們 在日本 他們的神 創造一個神 裡面 所生的 什麼鬼祝之 叫做天造大神 天造大神 旁邊這個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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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大國主神 這個大國主神 就是建國師神 他們 這兩位神 都是在統治 這個日本 不一樣的地方 他跟那個天造大神 請益 說我要怎麼治理我的國家 讓我國家更強壯 這個天造大神 是神武天皇 他的祖先 神武天皇就是 日本天皇的第一任天皇 他的 就是他的 變成 他的祖孫 他是 他的祖先 他 他跟這個大國主說 你用 有時客戶 來抵立你的國家 我呢 我是他 使勒子 來抵立我的國家 大家說 這個 有時客戶跟使勒子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來講這個 使勒子 使勒子就是天造大神 他用 告知 就是 天造大神就是 神武天皇的祖先 他的祖先 對嗎 所以 天皇他們治理 國家 治理他們 日本 就是用告知 教育人民的方法 讓他有知的權力 知道榮辱 知道此路 知道怎麼去分發向善 知道怎麼去做善事 如果這個有時客戶 那就是中國的奉獻 就是說 我要統治你這個人民 我要統治你們人民 你是我附屬物 我高興 附屬就是什麼 就是你身上 手上的眼鏡也好 筆也好 紙 紙杯 手機 我如果不爽 我就不開心 我就把它弄掉 破壞 我高興什麼 把它處理 那是我的開心 因為那是我的附屬物 我冠軍 我開心 要把它彈掉 弄壞 要把它保存 那都是你自己的主意 中國的思想就是說 你這個人民都是我的 我開心要跟你怎麼樣 就怎麼樣 他要管你的生活 他也不想跟你教他 為什麼 他是王 你如果我教他 叫你們很聰明 你是不是把我的子孫推翻掉 他們都是有這種想法 那我們來瞭解 中國的思想體制是什麼 我們來看 我剛才有說 私有物 把人家當作是私有物 他們在中國的法庭 立體 都當作 你是我的 我的財產 我要把財產 賣掉 還是我要把財產 撞掉 還是要把它 怎樣 開掉 那就是我的開心 就變成它是私有物 要讓這個面子的創意 你看這個面子 頭上這個就是 這個眼睛 跟這個 那個 鹹 把這個眼睛拌開 不讓你看到真理 不讓你受教育 這就是他們的 China 那就是他們的 那個統治的方法 那我把這個 我先來說 要說 那個 天皇日本人 他進行這個小明目散行 在去年三月來這裡說 國旗班 我把他的重點 說出來大家聽 分析說 日本 跟那個 中國他們的統治方法 是怎樣不一樣 那你來看看 蘇口看看 這個 這個是日本做的 世界史對照表 對照年表 大家來看 大家來看 大家來看嘛 這個國家有沒有 出現之後 都去用 圓土 消滅了 又另一個國家 又起來 又消滅 又另外一個國家起來 這表是什麼 就是說我現在 統治我的國家 我沒有把 我這個人民 當作是人嘛 當作我附屬物 我的財產 我高興給他怎麼樣 就怎麼樣對不對 這樣 人民會不會反抗 反抗起來 把你前朝推翻掉了 他變成皇帝了 他一樣用同樣前朝的方法 對待他的人民 我不知道為什麼中國人 這個歷史 在當中都沒有這種 進化你知道嗎 可能有什麼變法 什麼上揚變法 什麼維新 但是都沒有成功 如果成功 他們中國人 他們就不會 繼續有這種訴訟 他覺得我統治的人 他們獨裁威權 他們是 無限的這種 偉大的領導人 但是人民就不值錢 你有什麼特別的訴訟 或是你想抗暴 喔 我就 大批的什麼 警察也好 我解放軍去壓 壓榨你們 對不對 你看看 都獨裁威權 一個朝代 一直在更替 那你看一下 日本 日本天皇 從來都沒有被 打倒過 消滅過 他們一世萬代 所以這要說什麼 你保有人 你是要對待怎樣的對待人民 人民就怎麼對待你 天皇為什麼會被人家愛戴 然後中國的這個歷代的 王朝 為什麼 起起落落 被消滅 然後他又建立 又消滅 通通一樣 沒什麼改變 我現在要來講的 中國的蘇生體系裡面 大家都知道 元朝跟清朝 那是他們說他們 他們是他們的朝代 他們有什麼不一樣 怎麼有人可以跟我說 他們說的 他們在統治 他們中國的歷史當中 原朝跟清朝 是不是他們中國的義族 是不是他們義族 是不是他們義族 消滅掉 外族嘛 他們統治了他 我覺得很好笑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圖 在 1206年 這個 陳吉思汗 對嘛 這個國家越來越強去 強到說 他們的國家的版圖 到要東歐 他建立了一個大蒙古帝國 也把這個中國消滅掉 但是中國 他覺得說 我讓那個通知 你成為我的朝代 但是人家不是這樣說 你這個漢林的政權 是叫人家外族 蒙古族啊 人家的成績實際上是蒙古人啊 你怎麼動作是你的條帶 他們找很多文憲 說證明說 你在元朝 他們元朝的時候 自稱自己是中國啦 我要告訴大家 那個是 地理名詞跟國家的名詞是不一樣 如果說他今天是中國 他就叫中國就好了 為什麼要叫做蒙古帝國 中國這兩年是為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才有這個國家的名字 所以你不要被歷史典故那種地理名詞去混淆 他們說啦 有良心的中國人啊 跟一些真正有在研究這個歷史學的歷史學家 他們就說啊 明明你就是被消滅掉嘛 你這國家怎麼就被消滅掉嘛 一個國家被消滅掉 那你自己不懂得檢討嘛 跟他說啊 你這是我的朝代 人明明你怎麼可以任賊作父呢 你知道了嗎 他們大蒙古帝國成立以後把他們的漢人喔 殺了將近快沒有了 他們現在目前的所謂的歐洲啊或說 中國境內還有很多蒙古帝國裡面的血液 就是血脈啦 他把中國人幾乎消滅了 真的存了中國人沒幾個啦 存了漢人啦 你跟他說他是你的朝代 他是外來的侵略者 他侵略了 俄羅斯嘛 還有這邊 亞洲這一邊 這全部都是他的版圖嘛 還有東歐這裡 他就是你消滅的 如果你說他是你的朝代 俄國也被他統治過啊 還有吃這個亞洲杜嗎 還有吃這個東歐咪怎麼說 你都我的朝代 我都是你的祖先是這樣嗎 就是你要懂得自我檢討要檢討 為什麼你國家會被滅掉 不是說你就是我的 我就是你的 我就不用檢討了 所以這個就是大清帝國 同樣的意思嘛 你如何哈赤 你統一你們 女真族裡面也有很多部落 他也是一樣統一 統一之後變後晶 要消滅他們大明帝國嘛 變成大清帝國嘛 他也是外來的 那個 外來的政權嘛 他也征服了這個 這個蒙古這個地方 然後他成立了大清帝國 那這個蒙古跟這個大明 就是漢人建立的嘛 在大清帝國王朝了 也亡國了以後 當然你就是要 宗族國亡了 他當然是要獨立啊 你蒙古跟 中華民國這個漢人 之前嘛 的漢人的這個 你說建立的國家 當然 那現在的中華民國 說要去給人家侵略 要阻止人家 人家的蒙古帝國 就是應該說 現在是要民主 蒙古共和國 那對不對 你整個來看 整個來看啊 那是不同的民族 你卻說他是我的 現在來個說什麼 中華民族 沒有這種中華民族 是他們自己自創的 你要跳脫那個中國思想 那框框裡面去想 那剛才有的童新啊 有在講說什麼 反攻大陸 這反攻大陸 這四個名詞 是蔣介石創造出來的 他們不會把因為台灣 這個地方台澎這個地方 蔣介石這個集團 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那就是麥克阿瑟 對 一般命令第一號叫他們 來代佔領台灣嘛 他根本就沒有要 你這個台灣的死亡 他要跟他說看他們的機會 將台灣的什麼物資啊 記得去看一看 送給他們的國共內戰 放棚後給他們 反攻大陸 是他先讓台灣人的主題 為他做政經 你要被調到他們中國那邊去 作戰 也死了很多台灣人 你說反攻大陸是 這個迷思 什麼叫大陸 他明明就是中國嘛 反攻大陸 這跟台灣是什麼關係 根本沒有關係嘛 所以我們現在不能說 對方中國叫做大陸 我們要尊稱他 不是地理名詞 應該說他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全世界唯一承認合法的中國 你就要尊敬人家叫中國 不要再送媒體的這種洗腦 大陸的意思就是說 似乎要把台灣 如同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樣併入給他們 他根本是很可怕的陰謀 所以大家要習慣 說中國 不是大陸 反攻大陸這是 蔣介石他們那個集團 他們製造出來的 美國怎麼有可能 讓他 在你這佔領區 他背書讓你去打 現在那時候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哪有可能對不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家要有一個概念 台灣 併是台灣併人台灣 中國是中國 可能是無地帶的 那是因為糟糕沒路 現在就他們的集團 麥克阿瑟 1945年9月 叫他來代佔領台灣 這樣而已 我們比較衰 為什麼衰 還要再說給大家聽 中國的思想體系 這個保養 大家都知道 因為 他有一批 文章 很多文章 主要有一個文章 叫做醜陋的中國人 他就在說 中國人是什麼 他們自己說的 對啊 他這個 所有力帶 所建立的王國 不沒有把人民當作是人民 沒有把人當作人 他不會讓你有資的權利 我要跟你怎麼樣 我開心 不許有自己的獨立思考 好像中了感 他說什麼綠過性病 我說中了感 就是什麼感 你說冷感什麼感 都沒關係就是感 他頭腦就是一種俗性嘛 就是 像死水一樣 水溝裡面的水一樣 根本就沒有放諸大海 那種俗性 如果有俗性 帶他們的國家 紛紛勞勞 一代多一代 痛苦的都是他們人民 享受都是那些 那個沒有公理正義的 他們那些政權 說給大家聽 要來說這個 中國的什麼 智慧也好 西方的邏輯 他們的俗性就覺得 奇怪 我們要來講這個 正經我們先來講這個 這是 保養他自己貴本主 醜陋的中國來臉 中國人來臉 所以他嚇的 我重點都嚇起來 請問 你現在在 這個 中華民國交友集合 已經七十年了 七十年了 你有念到什麼 我說得難聽 他們的愛死也沒有 你有念到嗎 你不要說你沒有 我也有 你的吵吵鬧鬧鬧鬧鬧 你會不會說隨便 說大話 或是亂丟垃圾 或是搞內鬥 或是自我膨脹 你有沒有 自己想一想 自己有沒有 就像這張圖一樣 他在為 這個圖導的內心 他的思想內心 就表現出 他在想什麼 當你要跟他罵那時候 你要辱罵別人 你要打人 就是顯現你自己的修養 好不好對不對 你 一個指頭 指向別人 你四個指頭是指向自己 你四個指頭充滿了 什麼 你自己的修養 寫在 你的肢體語言 你的思想 裡面 所以 請大家 我這個列出來了 你想想看 你有沒有 我們要跳脫這個 中國的 修養 你就要先 檢討你自己 這個達人 這兩人是 日本語 現在 來台灣 大家普遍在用 但是卻是失真了 達人的意思 就是專家的意思 你親自 跟台灣某某人 會說什麼 你就說達人 達人 其實達人 在台灣已經變掉了 不是什麼 要讓你看人家 什麼東西搶 專營啦 搶就是專營的意思 喔什麼好特別的方法啦 投機取巧嘛 走歪路走偏路嘛 這個叫做達人 簡單說胖達人就是 喔 麵包不會這麼好吃喔 來賣什麼 做什麼東西 你來說什麼收水油 好像定性做的東西不錯喔 結果來賣什麼 達人喔 還有好笑的聽說 他什麼是慈濟的弟子 慈濟的達人啦 人家說慈濟 正言法師的達人 沒有譴責他喔 所以現在報很多慈濟的 這個 內幕嘛 他到底 做了什麼好事 他是拿別人捐的錢 去做善事 但是我們台灣人在底層的很多 自己賣菜啊 自己賺錢 自己的錢喔 去做善事喔 那功德是不一樣的喔 我覺得這個要講講很多啦 我們先來檢討 實際可能比較開始喔 他的 立足點是對的 是慈悲之心 但是喔 經濟這個中華民 他們的體制 喔 本來是威權現在變成黑金 他們這種財團化 黑金化 你覺得說他們這個宗教 沒去添到嘛 他們有財團化嗎 他們進行他們做的政 不要怕媒體去報你 你 土地都給他變更 人保護區你敢變更 什麼文教區啊 什麼 三月區 違背你自己 當初 你的 所 立足點那個根基嘛 我要講的話很多 就像跟現在中華民國民進黨一樣 他剛剛創這個政黨 也是為了台灣人設想 可是他分了中華民國 這個選舉制度裡面 的某個官位了 選上某個官位了 他連同跟 中華民國國民黨 一樣 一樣啊 包工程什麼 有沒有跟他們一樣的嘴臉 現在 真的 力圖中華民國生存下來的 已經不是 中國國民黨了 是中華民國民進黨 他們現在 一直在要這個神主牌 他當初他的立足點在哪裡 他為著台灣人 在努力 他現在為了中華民國這個神主牌 在拚 拚死拚活 這是 你不覺得很錯亂嗎 你的孫雄會錯亂 我覺得很奇怪 人家說要記得不記得 先了解 這個中國的孫雄 孫雄的體系你就知道 這個意思是要說什麼 他們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 網絡不是這麼發財 我在網絡 上來設置一個網路 那美觀我把它推翻掉 我開心 我就走了 我沒開心我就不要走 這叫人質 他們 世方是沒有這樣想的 你就立一個法 就是法律 來 怎麼去 監控 或是懲罰這些貪污的人 是不是 你的邏輯思考在哪裡 你的思想 到底是 怎麼 來分析 你這個 國家也好 人民也好 你的思想 到底在哪裡 你有這麼清楚 這個在說 他在東映都公司 他自己不會比國人 品質比荷蘭茶更好 他們中國人想說好啊 有一半的日孫啊 我還可以賺這麼多啊 但是你有想說 他一半沒的日 品質不錯 要讓你賺 你是標示什麼 希望他生產多一點嘛 對不對 生產多一點 我就多一點利潤可以賺嘛 賺我是繳給那個公司吧 對不對 稅收他就多了對不對 你就像說 你 中國 跟那時候 大英帝國 他們的那個 關係是什麼 他們是敵國啊 是不是那時候大清帝國 不是跟大英帝國 你要賺我的錢嘛 要吸收我的錢嘛 這個如同 我們現在的台商 跑去中國 去做生理 我如果有錢 賺了 我就關台灣的死亡 要做什麼 所以為什麼 台商去什麼 努力打拚 為他們來繳稅 他們努力打拚 因為中國 也是努力打拚喔 很多錢 很多錢喔 也很多飛彈喔 很多武器喔 向著台灣 你會思考 不是跟中國人一樣 你或許你為了要賺錢 妻兒嘛 我未來嘛 但是你有想說 在 你賺錢 這一個水平線當中 有更高的層次 你必須要注意 就是台灣 你 你說你的廟青 你為了要賺錢 你要把你的廟青消避嗎 你想清楚 為了賺錢 為了錢 為了苦苦 你可以違反你的良心嗎 齁 中國的 不管在教育 他的思想 歷書什麼 都是都把你 他都傳好好了 副本人都變好了 新聞媒體也都說好了 都開過會的 就要洗你的腦筋嘛 你也不想要洗腦筋的人呢 就去用台 你知道嗎 他們這個就是兄弟董嘛 不管是國民董還是共產董嘛 他們對台人民是怎樣 你沒有聽話嘛 你太有思想嘛 你沒有向我這個中國思想 體系的人 我所謂愛的人嘛 齁 我就幫你抬了 他要怎麼控制 體系的人民 你知道嗎 沒有啦 你就跟我一檔 不然我就用錢 金錢給你賠償嘛 再來我就說 這個行民說 怎樣怎樣 你就去信心 如果媒體的說什麼 你就要聽媒體的話 你沒有自己的心患 因為怕你作喚嘛 就用這種風喚啦 我們老公公叫人 叫人 好像整腳在走 但是呢 你看喔 他們中國人 在這個中國的 政體裡面 這樣瘋瘋瘋瘋 這麼 這麼多年啦 他們 其實他們很可憐啦 他們 他們真的沒有在身心裡面 真的得到解放 你給他看這個嘛 這是什麼 這就是說你賣 賣 就是說 活摘人體器官 你拿去賣 這個農場 他們的來源都是 幻靈 啊不就是說那個 法輪功的學員 活活 不是喔 不幫你打髮水喔 要怪錢呢 活生生的把你為你的內臟 把你挖出來呢 人 愛北教父 疼死 要把你的內臟 可以用的啦 心臟啦 肝臟啦 吼 肺臟啦 還是油漬啦 都拿去外銷呢 外銷 台灣有分到嗎 當然有啊 不肖的台灣人 從來路不明的地方 其實是中國啦 就是來自於他們的 器官嘛 不當的買賣嘛 現在是全世界都在譴責他們 所以他們人民真的還蠻可憐的啦 以我來講啦 長治久安我們還是 以希望他們 中國有一個很好的體制 解放他們人民啦 但是對於中國這個 黨 他們這個 這個政權 不公不義 我們要 跟他保持距離 雖然是所謂的啊 做行李啊 什麼以商業核心啊什麼 但是 在於 我們 跟他的那個歷史啊 思想啊 保持距離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們要跳脫中國的思想裡面 台灣人變冷氣 你看嘛 他三次也會唱東西 還有一個拖一個 要去跟詐騙嘛 看他有穿金待遇 還有手錶 還有那個什麼 什麼手機啊 判斷啊 哇閃閃發亮呢 他們就鎖定了 哪個人 就開始 編個戲劇 騙他的錢 這個都是啊 這個牌子裡面 還有營光色 他們自己 戴眼鏡啊什麼設施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這樣招搖撞騙 因為中國人就是詐數 騙數 我們喔 先來 我們要先來講這個 惡魔的誘惑 盡情先跟大家講 因為 這個 統帝人這個中華民國 他們剛才開始威權嘛 對不對 現在 沒辦法嘛 就用黑金嘛 連那個 這個 選舉也用他的條腳 也是私下嘛 5 5千5百這樣來分嘛 看他可以投報票給他啦 共台灣人嘛 你拿人的錢我就投給他 結果呢 他的選舉票賺到呢 啊他的 投資棒 也太對了 我要跟大家講 來 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 台灣 中國 在你的這個政府 這個是蘋果日報 他講 貪污哪邊不貪 司法體系貪得更多 來 我要放這個 讓大家知道 就是說 因為我們 這70年來 中國的壞名 尤其是黑金 所以我們 這個 惡魔這個 黑金 這個 情業誘惑 人要來 怎麼 來解脫 我跟你說 台灣民進府喔 我剛才會繼續說喔 這不許 貪污的 那你貪污喔 哇 這麼恐怖 你可能要去證喔 我現在要把這個押瓶放下去 之後要給大家一個檢討 如果你看到押瓶 雖然它是一個卡通啦 每一站 每一站的押瓶當中 你去檢討你自己 你會去受誘惑嗎 有價錢的東西也好 還是錢材也好 你會去受誘惑嗎 來我們把它放給大家看 他這是八分鐘 從頭到尾 就是 都不剪 都給大家看 我會解釋 那他這個是非常知名的這個動畫家 英國動畫家 他為了讓小朋友 學三次 也知道說那個 就是說 在那個 公民道德教育裡面 對於 也是有啦 人的思念貪念 的一種 用這種 動畫 來讓他們了解 我們需要有這樣的慾望 把自己變成這樣 大家看到這個兔子 會有什麼想法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你看這個拖子 你有想到什麼 你會想要什麼 有人說拖子 我一定要把 抓起來 吃拖子吧 也有個人說 我要來養 這個 小孩子想要說 我愛他的批 要做 拖毛的衣服 也有人說愛心要把他抓起來 要來 拿回來 騎 你有什麼想法 這個想法就開始了 他抓不到 但是你也抓不到 你也抓不到 你看這個 鴨皮 你就知道 人的人性 是從道來 好壞 你就看得出來 當然要把這支拖子 要把這個拖子 抬醒 要把他的拖子 毛嘛 還要把他的肉 從裡面 唱一下這個 這就是誘惑的 英子來啊 誘惑的 你把這個拖子看喔 這個誘惑的英子 叫做魔鬼 你不愛什麼 你不愛黃蜂啊 豪神蟒啊嘛 啊如果不愛 他就可以把他 變成 其他隔壁的東西出來 請問 這育育什麼 育育價值的 有價值的東西 可以從這個人變出來啊 欸 你就想說 欸 那 台灣有很多財團啊 欸 這個人有錢呢 我可以跟這個人做會 看 做什麼行李啊 或是說有什麼好處 有沒有 欸 這個 你的餐店就會這樣被誘惑出來 欸 你也知道說這個 這個魔鬼喔 愛吃什麼的 你是不是愛吃那個什麼 果醬對不對 喔 因為你知道這個好處喔 他愛吃果醬喔 他剛好開心喔 手心把你拿起來 你吃這個好處就是 喔 我這個跟聚寶盆耶 我拿起來變我愛的啊 是不是 請問一下你的貪念 有沒有被他 嗯 好像 欸 我也想要哀喔 他就是變一隻鳥啦 他要挑戰你喔 我要戰為己有喔 但是魔鬼哪有可能 放過你一馬 他現在用軟的啊 齁 給他吃果醬對不對 變國都 追門家出來了 欸 啊為什麼要把他騙來外面 蛤 為什麼要把他騙來外面 對 生的人在外面生的 生的看的東西更多對不對 人家給神什麼黃蜂 生的能夠更多啊 他外面還有他的那些牧場 啊 台台的那種草米啊什麼 他就贏這麼多 給神人家來了 變越多的東西嘛 啊就是人的貪念 就出來了 喔 我要吃一個 要吃一個東西 你來 他要嚇到喔 喔 工人喔 要排除 他的障礙 越變東西越多了 我們現在看這個鴨瓶喔 不是在看卡通而已喔 我是要讓你知道喔 你的慾望跟你的貪念喔 啊你要稍微了解一下喔 你是怎麼貪念 童鴨出來喔 啊你是怎麼鎖出來喔 當以後呢 你在一個位置上面工作啦 接一個 客啦 讓他要接政權 裡面都是有一些好處 要誘惑你 欸來簽一下 這個公文你簽一下 欸這個好處來 我給你學生一下 你給我過關 這個貪念就出來了 啊你要怎麼把那個貪念 打掉 你自己想 喔 很高興喔 睡這麼八面 哇 我金的貪這麼多喔 還有黃金啊 啊還有價格的那些羽毛啊 對不對 啊結果犧牲的什麼東西 連你那牧場的財產都犧牲完了 為了他就要那個 檯門嘛 鑽石嘛 他意思是說齁 他還要吃啦 自己炒汁啦 其實這個魔鬼嘛 不斷不是在幫你試驗啦 試驗你就可以讓我誘惑嗎 對不對 要沒辦法啦 我們家裡的果醬都沒了 他就中這個齁 鑽石就拿去捏啦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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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開心喔 我是少人你把我收點才吃 他們這 這個 坦白說啦 我看這齁 跟國民黨的財產 這虛晃一招 看不開心就好了 好不開心 來 他還想過這個idea 我沒想過 借他的辛苦 還繼續騙一個人 這叫做 補給機材啦 如果補給機材齁 我還要拿著 拿著你就要再去 騙東西 你要 你要 駁得更多的 這個彩金 你是不是還有 本錢 還要放下去對不對 以前人家裡都用那個羽毛 沾那個墨水蝦裡 那個東西都是 這麼隔壞的東西 因為 那個電源這麼奇怪 這個隔壞的東西 結果你要換那個果醬 那表示他要繼續追尋他們的貪念 他想要更多的黃金 但是齁 人家已經給你設計好好了 這個都是幻影嘛 他沒說 你這樣拚的魔鬼 你拚得過他們嗎 他要怎麼給你誘惑 人家怎麼給你誘惑 請問 你現在看到這個鞋子 你有什麼感想嗎 如果我現在有學員 要起來說 我告訴他 因為這個就是潛藏的喔 因為在這個中華民國 70年的教育體系裡面 你會認為說那是 我這樣做沒錯啊 你沒有工作喔 好啦我找議員 我幫你找議員啦 這是官說耶 這對嗎 他們覺得這樣理所當然喔 那個工程喔 我包工程 我要挑多少 公然這樣可以講呢 這個是我們台灣人名子名高 你為了這個工程 要貪這個錢 你覺得變中了 變成說那是不正常的喔 怎麼在這個體責裡面變正常 你沒有去體責你改變你不正常 其實那是這麼不正常的 但是現在都變正常了 所以我現在要跟大家說 你有去思考 在這個體系當中 誘惑你多少的那種 那個人 台灣人 良好的素質喔 就是因為這個體責錢 喔 讓你扭曲 你覺得現在都變中了 讓大家疏忽一下喔 我現在還要說潘朵拉 這個盒子來賓 我們了解 日本天皇我告訴你 來 是哪個字是什麼 自的權利嘛 我政務官嘛 我們是政務官 天皇讓政務官 授予他的責任 去 同理他的百姓 讓他有資的權利教育的能力嘛 譬如說我們現在 身為一個政務官 我要去 因為我去分配一個工作 接一個 那個人 大家這次之後一定有大家都有一個委 那個委 當中你要怎麼去管理 請問你要用天皇的方法 或是要用中國人的方法 我 我覺得啦 你愛給你的下屬 他一樣也愛護你嘛 你要用那種強權威權的方法嘛 把你擠擠擠擠擠 有科層制度嘛 很難上達天廳嘛 一科層的 我只要客人給你監 就是監督你 我只要客人監工你 但是你本身 沒有上達到天廳 天廳不知道下面在幹什麼 科層制度 那如果威權就是 根本中間也沒有科層 我直接我就是王子 這種方法已經不適合台灣人了 我們現在台灣是要合適 不斷的學習 增長 還要教導式的管理 等下我還會繼續講喔 那麼當然要用天皇的方法 我們讓我們的會腳手人嘛 我們的 為我們效命的這些 事務官 我們幫助他成長 他幫我們 去決策 我們 建立政策 他去實行決策 剛才你一個人在那邊 那麼辛苦 整個都給你做 給你做事 我們只要愛護他 訓練他 他一樣愛護你 幫你做事幫你賣命不是很好嗎 我這個觀念 大家要清楚 你大權在握 還是你要 把權放出去 讓政務官 去 讓人民 讓你的 腳手人 幫忙把這個制度建立好 你自己想一想 我剛才說一世萬代 天皇制度不給我消滅 他們兩三千年的歷史 天皇 從來沒有被消滅過 我要說天皇 到底 我們 他統治的方式是什麼 我剛才說過了 但是 了解說 台灣 到底跟 他們這個 台日本 帝國跟這個 台青帝國 朝鮮 他們的 他們的關係是什麼 台灣都朝鮮有關係嗎 有喔 是怎麼關係來 因為他們兩個人 大公 插機 一直要愛朝鮮 這個戰略的地方 他也不一樣 他也不一樣 其實朝鮮他們很動亂 東學黨 人家在你口口 叛變誰 你就要這個大國去調停 調停 他不一樣 為什麼 你去調停 你就把他當作大清帝國 不是問題 你把他當作大日本 不是問題 他就去 簽一個 日本朝鮮 天津合約 如果作亂 你通知我 我來 你通知我 我去 這樣 結果 他們在 190年 7月25 他們在那邊收拖嘛 收拖說這個 他的東學黨 到底 你為什麼沒有通知我 因為這個海域 怎麼 待會兒 突然燒爬起來 就在那個 封倒海戰 這樣 賺起來 一個藉書才可以去賺起來 大家看不好 日本 拜託 他們說小日本 我大清帝國 我的江山這麼大片 我有北洋艦隊 你們 國際上 看不日本 看不點 但是你看喔 他們正式宣戰 在 一百九十年 這個 八月一號 你看 簽署下官條約什麼時候 距離多久 半個月 大清帝國勒 不是泱泱大國嗎 北洋艦隊勒 好幾 好幾頓勒 怎麼會打輸了 1895年 這個 列起來的日 請大家 怎麼講 那個 新台灣論 日本 日本 這九條 漏漏漏長 要怎麼打 來 年代 發生什麼事情 你把它好好打 那麼到底是 下官條約 講到台灣 到底什麼 內容是什麼 大家來看 這個大清帝國 大皇帝 陛下 因為 中國皇帝 在台日本 就是天皇 大皇 大皇帝 陛下 天皇制度沒有被消滅喔 所以呢 來 大家來看 這個 先來看英文 Emperor of Japan 就是天皇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 國和條約 這個皇帝 對皇帝喔 皇帝 對皇帝 不是日本政府喔 那不一樣喔 那個對象你要搞清楚喔 所以這個證明什麼 台灣擁有 那個日本天皇擁有台灣的主權 來 怎樣 第2款 來 第1條 第2條第3條 這個講 他們 中國境內下官這個地方的 好處啦 給 大日本帝國啦 來第2條到第3條 這樣我才知道大家聽嘛 台灣全島到 伊蘇遊的 學俗的 都市嘛 台灣全島跟他 附屬的島嶼 再來第3條 平后的的島 這個 澎湖的列島嘛 就是在 他們的這個 英格蘭尼茲就是 經緯度啦 要 掛好喔 我這個掛在上面我的 他比較不是我的 他們的經緯度都掛在這裡清楚的喔 這表示什麼 北沾沙歐里嘛 這個日本帝國是有台灣的租款嘛 他身邊有永久割浪喔 來看看 永遠 割浪 中國要要回來哪有可能 怎麼怎麼怎麼可能 你這個 他是一個條約是最高的等級呢 而且那時候他 大清帝國統領的台灣只有 六個屯滾區 那個 三分之一的土地 三分之二的那個高砂族的土地 你就全台灣都沒有建構主權 憑什麼人家日本那麼辛苦建構主權 還還給你 這麼也不合邏輯嘛 大家就來看 你零有台灣了 你日本天 天皇嘛 割給日本天皇 但是他就讓 日本政府 去治理台灣嘛 那最大的功德大家看嘛 1895年 造戶口嘛 造廁戶口嘛 大清帝國212年有沒有造戶口 你外面死了外面 白骨 對那人也不知道你誰人 所以他高興 他要跟你抬嘛 要殺要殺他高興嘛 反正我在找五人我差不差 大日本帝國 零有台灣 造戶口 是很大的功德 你現在的戶口 你爸爸阿媽 那是日本人 建立的 你如果說 加南大軍 那時候台灣 沒水沒米沒水果 沒菜 那個殼壁 土地都是裂開的 要種什麼 你不然要種東西 你來 放的地方去冬水來 你會灰 你要種的東西 加南大軍 花多少 那種是日本人 五千萬 立票 追加 所以 我跟大家說 不是說你有這個土地 你 你就是 建構一個完整的儲權 你還要去治理他 不然你永遠是殖民地呀 大清帝國212年 台灣是他的殖民地 不是他的什麼永久的什麼土地喔 要搞清楚喔 因為他沒有建構台灣完全的 那個主權嘛 他也沒有建設台灣嘛 他建設台灣什麼 做一些鐵基路 做到新鐵 那個鐵基路 那種地 那個都不合格的啊 縱貫縣是 也是大日本做的呢 我們再來說內地的延長 他不是說把你當殖民地而已呢 他幫你建設他就希望 把你 給你當作你的殖民地 你是跟我一國的 他們開始 台灣就想說 要跟那個 這個我來跟他們說 他領有台灣 一看台灣 拜託的 高砂族不是你的土地 所以你又掛花 我再來去經理這個高砂族 拜託的 都茫荒地方 都生茫堂 還有掌瘟疫 還有沒餐沒什麼 還有人一派說 我賣給法國人啦 我幹嘛我日本還要花一筆錢來 來管你們台灣 草木不森 全生茫堂都撞白 結果呢 後藤 辛平嘛 大家都說要不要那個法國 但是後藤辛平 他獨牌綜藝啦 他說我們要來治理台灣 然後 日本是怎麼用心去治理台灣 他就有在 設計這個藍圖 要怎麼 為 開始內地了延長 這個直到1937年 這個4月1號正式黃明化 你要做 日本人你流下來 你要做中國人 就把你大巡給你撤出去 但是有幾千人撤回去了啦 撤回中國嘛大清帝國嘛 也是乖乖又回來 要不哭嘛 文化就不哭嘛 來 1945年4月1號 明治憲法拜託大家這個時間要記起來 那裡面內容在寫什麼 不要這麼說嘛 雖然說我還沒成本日本人 但是記住一些漢年你也看有嘛 他這就是說那個 參政權跟徵戰權嘛 還有 參政權嘛 有說 我要叫喚我的人民嘛 他參戰然後還有 國會 選我們台灣人節國會去參加他們的 運作嘛 這裡都有嘛 議會嘛 他給你台灣人參戰權 跟 給台灣人參政權 我動作 你有這個資格當人民 當我的成名啦 我的人民啦 你怎麼說還是殖民地呢 大家想清楚這就是證明嘛 我們已經是 大日本的國土了 還跟美國什麼關係啊 大家又把這個 時間又記住 你的新台灣論文更好痛喔 太平洋 這個 大日本帝國他有東亞共融的這個偉大的思想嘛 很好 可是不曉得為什麼要去惹到 美國啦 為什麼大家說 真的不曉得嘛 因為那時候的日本跟 美國英國 他們有一個國際組織叫國聯啦 就不適合 他們看日本不適合 不適合 又把石油禁運啦 把他們的銀行賬戶凍結啦 日本起到要死 才會 去 珍珠港 就 突襲他們啦 可是 這個一枕就贈了 四年多嘛 主要是 這枕後 真是日本的元氣大傷啦 尤其是兩顆原子彈嘛 可是 得到好處的卻是中國啦 你的太平洋戰爭 太平洋戰區 你中國戰區的人 因為就因為同盟國嘛 不然根本就不同的戰區啦 為什麼這個蔣介石要分一杯羹 他根本就沒有參與太平洋戰爭 他憑什麼 擁有這些好處 所以 犧牲我們 台灣人啦 因為 日本聽說說我如果沒有導航 可能我們這個日本 叫別國 他就說 犧牲台灣啦 劉球是讓美國美軍自己親自佔領 犧牲台灣就 把台灣放水流 結識美國來組長 要主流就是把他搶到台灣 比原子炸彈更恐怖 所以台灣人 我這個可憐 我要怎麼說 最重要是說 你的歷史被人家污衊 你的歷史是假的 變成你認賊作婦 現在台灣人認賊作婦 說他是中國人的一些堆 中國蘇生的一些堆 但是 對我們台灣 有建設的功勞 愛護我們台灣 讓我們有資的權利 幫我們照護國讓我們有米吃的到底是誰 不是中華民國不是國民黨 國民黨要你剛剛說誰說反共大陸的 把我們的人民把我們的子兵 讓他們去中國人 問台灣人自己什麼地帶 死的人這麼多 台灣人我拜託你 請你醒過來了解事實的真相好不好 我們台灣現在的目前國際地位 大家來看 就近三和平條約 絕對不是他們說的開羅會議 會議是會議 對外宣稱 我 我三個國家 我送一下就好了 你又沒有台灣的主權 你說你要送給別人 你還沒得到台灣 你就說 我要還給台灣 而且那是反還 不代表割讓 暫時的說法 暫後 暫後的條約才重要 暫時我劃劃送就好了 你跟 國民黨一說 台灣已經給 中華民國了 開羅會議 你就近三和平條約你怎麼不說 就近三和平條約到底是什麼 來第1條第2條第3條 拜託大家記起來 日本 放棄對台灣澎湖 一切權利 權利的名義 跟要求 Japan the unsex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recadores 這個澎湖比較少聽到 那時候台灣叫做 Formosa 現在台灣叫做 這兩塊 加起來叫台灣 這三個 到底是什麼 All right 台特有跟 這個 是領土管轄權 管轄權 不是主權 主權是 Saventy 請問有什麼Saventy放棄嗎 你看那個主 或是說媒體 或是說現在報導媒體網路都說 日本放棄台灣的儲權 我告訴你不是喔 管轄權 管轄權就是統理權嘛 我管你嘛 我管你的權利 這島所有的制度什麼人民無關 主權這個土地的這個地區嘛 那就是日本天皇的 譬如說你 你家 做給別人嘛 客業做給別人 人住你的地方 用你的電 用你的什麼 你來處桌 但是這個地區 那個人是你的 不是這個把你處桌的 這個處桌的 你 聽到嗎 了解嗎 為什麼美軍 軍事政府對台灣跟平衡有處分權 支配權 結果你帶佔領 就叫那個 中國人 快去賠了 讓台灣的什麼 繳稅啊什麼 都讓他在那邊 有空無線 這個黨固通國庫 犧牲我們台灣人的利益 最主要23條A 美國是 我們主要佔領全國 這一點就夠讓中華民國更奧了 你說剛才說 放棄 這個管轄權 日本 天王擁有 台灣的主權 日俗美戰啊 我們國際地位就是這樣啊 美國要旅行 你是我們佔領全國 你就要 拜託 就跟 琉球一樣 讓台灣返回日本 因為琉球返環啊 你中國政府都幫你洗腦嘛 讓你覺得你是中國人啊 你不想覺得什麼關係 不要怎麼說佔領 你都不知道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在說什麼 拜託 大家 要讀新台灣論 是跟他修讀一下 我們現在去顧美国 是說一九四六年 他過十二 台灣的居民本來是大日本國籍 修讀這個 看4月5號 1945年10月25號佔領台灣 你短短 三個月沒有經過我們同意 就把我們變成中國人 你把我們中國人你好好疼惜我們吧 沒有 他把你當作附屬物啊 他把你當作附屬物啊 白色恐怖有沒有 二二八事件有沒有 拜託請你了解真實的歷史 這三條一定要記起來 我講得比較粗淺 我想很多的講師都會講得很深入 但是我這個就是幫大家在複習 這都是重點 我們現在要來講 駭客論文 我們差不多說五分鐘 我們要來想說 你這個媒體 到底有把你洗腦中嗎 你有清楚嗎 你的屬性分明嗎 再去輸扣一下 我們看這個圖 這也是我網路下載的 你把這個人看 來 我給大家一個測驗 這個有六個牌 如果知道答案就先保留一下 這個六個牌的當中 你把它記起來 你要哪一個牌 記到你的心裡 我會把這個牌 你的心目當中那個牌 那個牌 把你拿走 你不用告訴我 我就可以把它拿走 你心裡快唱一個六個牌的當中一個 我都會把它拿走 我都可以把你們這牌 六個牌當中給我拿走 你又看他要變魔術囉 來給你幾秒鐘想 你的牌還在的嗎 請問你的牌有沒去嗎 我沒去嗎 一定沒去的嘛 我沒幫你拿喔 你又沒去 有沒有人告訴我 為什麼你的牌會不見 為什麼 答對了 有學員喔 他一開始就知道了 我也一開始就知道了 那有些學員還不清楚 這就表示你的道行高不高啦 你識破媒體 識破別人的伎娘 你的程度高不高 大家看嘛 來我們再回去看嘛 他這個媒體就是 就是耍花招嘛 你不覺得他耍花招嗎 媒體那個人他高興怎麼講嘛 你有去輸購他裡面說的內容嗎 根據後面他的那個新聞的 reference 實際發生的 在哪裡 我們大家都聽到 信信心 你就要去識破 去了解去分析 去 真相是什麼 那是參考資料 不見得是事實 你看花色不一樣啊 梅花啦 那個心形啦 這個 菱形嘛 桃子嘛 你再來看這個 就不一樣嘛 漆就不一樣 變花色了嘛 都給你騙嘛 眼人耳目嘛 我就是一樣嘛 六張牌都換不同的花色 就抽掉一張就好了 你的心房就是這樣子被騙的 你知道嗎 我們再來看 你如果說這個算術魔術 你要怎麼騙都沒關係 我看的人 娛樂就好了 但是你用這個來去騙 像你假如沒有貪念的話啦 你會被金光糖騙嘛 你沒有私心的話 人家怎麼會去利用你 去做一些 壞事 所以請你 想清楚 我們現在台灣的媒體 補這些八卦有的嗎 那東西啦 你看台灣這個 動作是爬糞 現在 誰最夯啊 實際的消息最夯了對不對 就柯文哲最夯了嘛 啊底下他有報 我們台灣民政府 控告美國 中華民國流亡 政府嘛 有嗎 有報 有報嗎 江宇法去美國做什麼 他有報嗎 他說他去美國 訪問一下而已 低調 你知道他做什麼嗎 他去應訓的 有報嗎 所以我覺得 這個媒體都配台灣人啦 大家也不要叫他 叫他騙 才讓台灣民政府來 知道 情理 法理對不對 來大家看這個媒體 這個框框 這個A跟B 他的角色是什麼 他這要跟台灣的人對不對 變成你看媒體幫你補 你是加害者就變成受害者 你知道電影就是框框嘛 就框框電影的那個格子裡面嘛 我們看外面的電影也是一樣啊 他你只要在框框外面做的 你都看不見 他就在這邊給你 喬弄嘛 你給你做一些技巧嘛 給你呼籠嘛 你給他看看 你現在看在家裡看電視 電視就是四四方方的嘛 看到的就是四四方方裡面的東西嘛 這就讓你去判斷嘛 這個其實很好 這本來是 六格啦 我把它縮短是三格嘛 共台灣人說 台灣媒體拜託啦 跟上帝說 你不要讓台灣媒體變得亂 安分一點 但是他拜託那個上帝 就是一個恐龍啊 他在恐龍的世界裡面 你去拜託上帝也沒效了 要怎麼有效 有人跟他講要怎麼有效 敢有人跟他講 你就是要跳脫中華民國這個體制啊 你才有用啊 你這邊說 要拜 要拜什麼 沒效啊 來 讓這個刺下去 看一個項目以後讓我們休息一下 這個按下去 我讓大家判斷一下 再判斷一下 剛剛那個花色對不對 你很聰明喔 你會判斷 我們再來這個影片 讓我了解齁 他叫你齁 可不可以用四條線喔 把這個九個點連起來 拜託來 現在開始想 你有沒有辦法 在這框框裡面 一說框框裡面喔 一說的喔 這就好媒體叫你要在框框裡面想一樣齁 好媒體叫 對啦 什麼樣子都要無條耶 怎樣都要無條耶 MALT 彼此 這個 Hk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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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v 好像 都要 還是沒說你框框裡面想 他說他可不可以把這個點連起來 他沒有刻意說 你要把這個框框裡面 他都沒有講喔 就請你 把他連起來 四條線 等下怎樣都五條 請問一下在座有沒有人 想到怎麼把他連起來 他都沒有說啦 剛剛都說什麼框框裡面 那是我多講的 我說他要你四條線把這點 九個點連起來 你怎麼連都連不起來 他說你要放棄了嗎 大家要說答案給你聽嗎 我剛剛看到這個影片 我覺得他非常的有意思 剛才跟你說跳出框框嘛對不對 他剛才開始就說這個九個點 把他連 把他連起來 跳出框框嘛 所以你的想法不要在這九個點裡面嘛 你是跳出框框嘛 一樣嘛 你媒體裡面嘛 你也要跳出框框嘛 你媒體現在報導就是 四角形框框裡面就看不出來 所以他說喔 三條也可以 來 大家又想要最簡單啊 一樣嘛 一三條把它連起來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影片非常的有意思 看不懂的人覺得 這只是數學的意思而已嘛 但是我跟你說 這裡面有大有學問 我們是看門道 所以這個影片當中大家有學習到什麼嗎 這樣可以了 跳出框框 我們的腦筋思考也是跳出框框 我們先休息大概 大概五 五分鐘啦 因為我東西蠻多的 後來 的那個內容蠻精彩的 剛剛可能就比較那個沉靜一點 大家先休息一下 好